好,我们继续谈一下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 卡五是自视为世界君主 拥有上帝富裕的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 不仅高于基督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 而且担负着维持基督教世界的秩序与和平 保护但也要改革天主教会 抵御异教徒侵犯的神圣使命 面对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的扩张 法王以及意大利驻邦国和从事的统治者 都惶恐不安,奋其抵制 奥斯曼土耳其人也趁机入侵 力图中复欧洲,用新月取代十字架 神圣罗马帝国的祖侯们也害怕丧失自己传统的自由 前方北极限制哈布斯堡统治者的权利 甚至不惜违背臣服和效忠的义务 联合起来以武力反对皇帝 为了捍华为自己的普世统治权 卡武士情兵度连年终战 虽然屡活战国,最终却一事无成 心回意冷之余 卡武士干脆宣布退位 将其统治权分割给儿子费力和皇帝费地南 1555年10月25日 费力获得尼德兰和伯根地的统治权 第二年1月16日又获得了西班牙的统治权 1556年8月8日 卡武士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 转让给了费地南 他本人则隐居到西班牙的一个修道院 直到1558年9月21日去世 哈布斯堡家族正是分裂为 奥地利之系和西班牙之系 像卡武士那样一人 统领所有哈布斯堡家族领地的局面 这也不曾出现 此后哈布斯堡家族虽然出现过 主如费地南二世和利奥波德一世 这样一些比较浓干的 罗马人国王和皇帝 但同卡武士一样 他们也不敌国内外众作的反对势力 不得不对外放弃世界霸权 对内放任诸侯 格局成兴 尽管如此 哈布斯堡家族 冷然垄断着 神兽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权 他也能够利用 罗马人国王和皇帝的权威 继续扩张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 并且以哈布斯堡家族势力为基石 维系着已经四分五裂的神兽罗马帝国的存在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哈布斯堡家族在中东欧的扩张过程 哈布斯堡家族在中东欧的扩张 开始于对波西米亚和兴亚利两王国的统治 波西米亚和兴亚利原先都是独立的国家 但在历史上 从有出身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大公 兼任过波西米亚国王 见此 马克西米亚一世不仅极力向西北欧 西欧 西南欧扩张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 也时刻寄遇着波西米亚和兴亚利的王位 经过很长时间的周折 马克西米亚一世的另一个孙子 怎样给费地南 这些安排为后来把匈牙利和波西米亚 并入哈布斯堡中东欧君主国创造了条件 1521年 奥斯曼帝国苏丹 苏莱曼一世率领大军进攻匈牙利 并且迅速征服了比尔格莱德地区 兴亚利国王 拉约斯二世仓促的御驾亲中 结果在1526年8月 阵亡于莫哈齐 拉约斯二世年轻无后 费地南 遂依据遗产继承条约 以及哈布斯堡家族比较强大的实力 获得了波西米亚和新亚利两顶王冠 克罗地亚贵族也在1527年 选举费地南为克罗地亚国王 费地南虽然东上了波西米亚和新亚利的王位 却未拥得两国贵族的全体支持 一部分新亚利的等级 投靠奥斯曼帝国 占据新亚利的东部地区 并且长期与费地南为敌 1531年1月5日 费地南在科伦成功当选罗马人国王 冲作费地南一世 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卡尔武士继续拥有决定权 因为在帝国并无实权 费地南虽把重点放在对哈布斯堡 实习领地的经营上 不仅致力于在奥地利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机构 加强财政 司法权力 还在1556年宗设宫廷战争委员会 加强军备建设 而在1558年费地南当选罗马人皇帝之后 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之系 便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家族 他也打着保卫基督教世界的旗号 号令全体基督教徒 共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侵略 土耳其战争事段持续地持续了150余年 直到1699年才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失败告终 哈布斯堡家族占领了西本标根和整个新加利地区 并且将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扩张到了巴尔干半岛 进一步扩大了哈布斯堡的实习领地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奥地利联合欧洲其他国家进行反法战争 结果惨遭失败 1804年 纳破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 奥地利大公富兰茨也自名为奥地利皇帝 1806年 纳破仑迫使神圣罗马帝国 16个成员帮脱离帝国 加入新建立的法国附属国莱因同盟 同时迫使弗兰茨二世放弃罗马人国王和皇帝的称号 只保留奥地利帝号 纳破仑战争结束后 元属神圣罗马帝国 但在战争期间得以扩大重组的德意志邦国 在1815年 组建德意志同盟 设同盟议会 由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 奥地利帝国的代表 担任主席 德意志同盟 依然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仅仅虚构了一个统一的外貌 根本不具备真正国家实体的内涵 奥地利帝国则包括 奥地利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以及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 是一个多语言 多民族 多宗教的国家 它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改革 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的封建保守势力十分强大 它不关心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 只想维持现状 保持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区域内的传统的统治权 1866年 奥地利帝国被经过资本主义改革洗礼 并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普鲁士打败 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屈辱地脱离了德意志国家 另行铸建奥兴帝国 普鲁士则通过建立北德意志联邦 想最终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 迈出了一大步 好 谢谢大家